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你又來到康怡任的網路易郎頻道 今天呢,這個作品擺在後面 然後我們先唱一首歌好了 今天為大家帶來一首台語歌曲 《翁叔就是我的安慰》 選手首歌曲 昧香燈在後面 丹尾臂 甘秋来日有宝荣 生生堆 孤单的歌 风向天地 何止了是 我的情 不是我发起 生死的水 只是我已经有出真正义 最生的我 最好离开 我快回来 我的心里 不然你这阵风吹过来 这阵风吹过去爱你 有些人亲了解 我的心 亲了解 我的夢爱你 你不爱我无所谓 你北山看无所谓 往事就是 我的安慰 我岁Е睬想 不爱你 你和我两在枪头 带回你 有十一谈我 叫你脑上枪 你和我两在枪头 带回你 古短的光 望向天地 何之樂是我的錢 不是我懷疑 生死的主意 只是我已經付出真正意 最深的我 最好離開 我快回來 自己心情 不然你這陣風吹過來 這陣風吹過去愛你 有些人聽了解我的心 聽了解我的夢愛你 你不愛我無所謂 你不愛我無所謂 何之樂是我的安慰 不然你這陣風吹過來 這陣風吹過去愛你 有些人聽了解我的心 聽了解我的夢愛你 你不愛我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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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之樂是我的安慰 你不愛我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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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喜欢这首歌吗 我唱台语歌曲 其实有时候是为了在社区教学 然后跟社区的长者在一起 最近把这首歌叫《翁树就是我的安慰》 这个是陈磊的歌曲再把它复习一次 然后把和弦抓出来 自己再把它练手一点 但是中间还有一点点吞吞 不过我相信有点瑕疵也没关系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影片并不刻意 并不是说要做得很专业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东西也没有很专业 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收音麦克风 也没有打灯光 没有那个专门的灯光 我们现在就用现场信有的光线这样子拍 那现在看到 大家看到这个作品 是一个30号的作品 我这个作品差不多 这一类的作品有画了几张 画了20张 然后其中有三张 有被收藏 这个叫做临头树 那这个画的地点也就在我们 还可以拉近没关系 在我们那个海边 我们那个海边 我们这个地方出去有个出水路 出水路的那个接近海的地方 就有这一搓临头树 那我观察了很久 观察了要不要画它 我觉得我越看越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它象征一个海 的植物 再来我就是在滨海 我在滨海艺文中心 然后我想说 我的创作是不是要多一点点 那个有关于 海的意象 那不管是 直接去画海滩沙丘 或者是滨海的植物 其实我滨海的植物 画的最多啊 像我们鞍藤啊 青牛花 还有那个 龟球齐瓦 其实过去都画了很多 然后 零头树画了20张 目的是希望它 能不能这样子 我们再接近看一点 它的线条 能不能看到它的那个 美丽的线条 而且呢 看到它的这个 层层的后退 层层的后退 也就是说它枯萎的地方在后退 然后心的都是一直变出来 那代表生生不息 然后这是非常强悍的植物 然后也是非常阳刚 它非常阳刚 因为它 我没有看过 零头树 会死掉 因为它只有生生不息 在这个海边 以前龙人呢 就是用这个来做风围 当风的 它的线条很当代 如果说我把20张作品 通通匆合起来 变成是个艺术桥的时候 它可能看起来会很强悍 如果我们家里头的白色 有这么一张绿油油的这个零头树的话 其实那个墙面 看起来的质感也会不一样 所以说 这艺术就是这样子 就是 我们在做实验当中前进 虽然我的画工跟画法 还是很传统这一派 但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设定的主题 或者是说 也希望能够创造属于 我个人康义认的一个 视觉的特质 就是这个绿 这个绿的中间 含有一点点叫做隐藏性的蓝 像这个 拿在这个里面 当然了 这个就是 让里面更深忧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的 用色的方式 那如果说 好朋友们有看过 我很多作品的话 那事实上是这个绿 会一直一直的出现 你喜欢我的频道吧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你就订阅吧 然后你把它转发分享 然后按赞加小铃铛 让我们的发表能够持续 拜拜